羊了个羊 马了个马 牛了个牛 我的妈妈你在说什么 可许我说话 吃了个吃 倒了个刀 凉了个凉 太了个态 好了个好 乐了个乐 咋了个咋 没了个摸 没了个没 惹了个惹 大宝哥哥 你怎么这样说话 熊妹 你头上怎么有箭头 糟了 你快跟我一样说话 为什么 哎呀 我也忘记用羊了个羊的方式说话了 完蛋了 大宝哥哥 你头上也出现箭头了 完了完了熊妹 我们俩都完了 上了个上 刻了个刻 按了个按 照了个上 见了个见 投了个头 交了个交 做了个做 夜了个夜 好帅人 我向上跳 我向上跳 我向上跳玩向下蹲 我向下蹲 我向下蹲 我向下蹲玩向上跳 我向上跳 我向上跳 我向上跳玩向下蹲 咋咋咋 咋咋 好累啊 老师 我们教完教完作业了 我错了 我们又说话了 骗了个天 拿了个男 这样说话好累啊 让我来装救你们吧 杨了个羊 过 熊妹 谢谢你救了我们 糟了 我又没有杨了个羊说话 放心 我已经破解杨了个羊魔法了 你们现在可以正常说话了 到了了 也不用受箭头的影响了 你们能跟我说说 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熊妹 我来跟你说 世界是这样的 你不是说好了今天出去郊游的吗 怎么一个人都没来 可来了 你可来了 你自己干嘛呢 怎么现在才来 大宝 我来是想跟你说我不去了 可是为什么 我要回家去玩杨了个羊 情节太好玩了 拜拜 我走了 为什么 大宝 我也不去了 我也要回家玩杨了个羊 大宝 七八 就是这样 艾莎给童话王国试了羊 了个羊魔法 可恶的艾莎 她为什么要让大家多做魔法 这我就不知道了 这个我知道 因为艾莎的第一关一直过不去 她很愤怒 所以就试了这样的魔法 她想让童话王国一团糟 可恶 她也太过分了 还有 你们怎么都成萝卜了 你是说这个 别 这是因为 今天是我们童话王国的纪念萝卜式 所以 我们大家才穿成这样的 原来是这样 魔法已经解除了 你们不用担心 我现在就去找艾莎算账 小朋友们 你们有没有玩 羊了个羊游戏 第一关过了吗 点赞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